美版之乎 为什么中国能以如此神奇的方式修建基础设施 看看美国人的回答出乎意料 最近在美版之乎上有人提出疑问 为什么中国能以如此神奇的方式修建大型基础设施呢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网友表示 中国的基础设施规模实在太庞大了 新的桥梁 隧道 机场 高铁和地铁 一条接一条的修 一座接一座的架 规模简直无法想象 不只是加拿大人 甚至有美国人表示 中国现在是新世界的领导者 美国显然在迅速衰退 不得不承认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 让很多美国人认为 美国现在的基础设施远远赶不上中国 美国人吐槽 中国几百年前就修建了长城 美国现在连一度把墨西哥隔离开的墙都没修起来 其中大部分人认为 中国发展速度实在太快 美国想要追赶并且保持同样的增长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美国虽然已是世界强国 有着很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 但是现在发展已经陷入了瓶颈期 短时间内很难得到突破 而且在美国修什么工程 是由精英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 这就导致一些公益性的长期性收益的项目 无人投资最终宣告破产 因此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很难像中国一样遍地开花 而中国想要修什么工程 阻力就小很多 很显然 美国网友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 然而还有一部分印度网友认为 美国不行 印度可以 他们认为 其实印度已经可以追赶上中国 有印度人认为 虽然印度现在在各方面基本上都没有超越中国 但是在硅谷 有更多的印度人当上了CEO 这说明印度人的智商很高 而且中国跟印度一样 中国的市中心也有平民区的存在 所以中国基建水平跟印度差不多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硅谷的CEO并不能代表整个印度 而且CEO也不能说明智商的高低 BGM BGM BGM